Coco Mousse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营养師妈妈Prysilla 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 大人小朋友都会喜欢的 Coco Mousse的甜品 这个甜品是非常之特别的 就是虽然它吃下去好像Coco Pudding 但是它其实是用牛油果做的 如果你自己做的话是非常之简单 就这样几分钟就会做好了 只要你家里有搅拌机 就可以把不同的材料打在一起 冰糖就可以了 这个Coco Pudding用的是牛油果 所以是一个健康的脂肪 就会比平时一些Mousse 用一些Cream去做 就会健康得多了 今天就做小朋友很喜欢的 巧克力布甸 特别之处就是用牛油果做的 牛油果做的时候就需要几熟 如果不熟的话 做出来就做到保丁的效果 有两个牛油果 第二个重要材料就是可可粉 可可粉是很有营养的 非常之多抗氧化剂 这个100%可可粉是没有糖的 要另外就是加糖的 可以用蜜糖 但是我家里就有蜂蜜糖浆 就会用蜂蜜糖浆去加甜 另外就是banilla extract 另外我准备了一些伴碟 就有一些红梅 黑梅 还有一些果仁 最后是这个做伴碟 大家可以按自己的喜好 而选择一些材料去伴碟 可以用一些chocolate flakes 材料用两个牛油果 按下去也是有些少量的 还未熟的话就很难做到 如果有时牛油果还未熟 就可以和香蕉放在一起 香蕉出的气体 会令牛油果加速熟 牛油果有很丰富的单元不饱和脂肪 对心臟健康是很好的 加入可可粉 100%可可粉 就没有加糖 分量就是两个牛油果 banilla extract 一茶匙 很多人做这个pudding 有些人有秘技的 有些人会加些橙汁进去 或者有些人也会加些咖啡进去 但我现在做这个是标准的 一个最多人用的方法 就是这几个主要的材料 有些朋友如果是吃全素的 那奶可能都不用 奶可以不用 就用这个杏仁饮品 almond beverages 那些朋友其实奶完全不用 但是我今天就会放半杯 做给小朋友吃 如果是有点奶 那就会好一点 可以放些盖 全脂奶的脂肪会多一点 那就会浓一点 那就当然会好吃一点 但是低脂呢 就觉得会健康一点 少一点动物脂肪 会搅一搅 会搅一搅 这样就等那些牛油果 全部打烂 再多点再多一点 但是我们可以搅拌一下 再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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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更多 薄的材料 好 你也是有些人 老婆 哦 做得更多 软 对 朱古力寶丁可以吃 也可以在上面灑点糖皮 小朋友可以加点果仁 没有果仁问小朋友 我会加果仁的最健康 我最近不赚 我试一下这个巧克力pudding好不好吃 口感非常像mousse 没有什么牛油果的味道 甜度可以较 刚才我平时的甜度可以增加一点 我今天就减少了 所以它会比较浓的巧克力味 甜度可以增加一点 好吃 大家有时间可以试一下 平时我们说牛油果那么健康 但又不是所有人喜欢就这么吃 这个方法就最好了 它是一个取代了 平时pudding里脂肪的一种方法 大家不妨可以试一下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